赵露丝在离开偶像剧后 在《后浪》中的演技显得有些让人失望 电视剧《后浪》不像典型的偶像剧 我试着看了几集 在我看来 剧情似乎有些受影响 剧情不可信 收获不够臭名昭著成为都市传说的一部分 因此 该节目的总体印象相当模糊 缺乏明确的身份 让我们将注意力转移到演员身上 因为他们本身没有问题 例如 赵露丝过去主要出演古装片 虽然他最近在《星汉锦绣》中的成功值得称赞 但他回归当代戏剧 却让人不尽如人意 看来同龄的演员在表演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赵露丝的五官自然精致 这让他可以化淡妆甚至不化妆 他保持着与年龄相得益彰的清新青春容貌 这是他的主要力量 在剧中 孙头头塑造了一个大大咧咧 随和又具有男孩子魅力的角色 这是因为他从小在孤儿院长大 虽然表面上轻松活泼 但其实心思很重 不让陌生人靠近 了解了人物的来龙去脉 我们就可以把握赵露丝这个角色背后的意义 这包括他的立场 念不表情和对话 这些行为不受文化遗产的影响 而是为了创造一种病治 赵露丝以往出演的现代剧作品评价还不错 在他的一部剧中 他饰演了一个与林以身交往的角色 尽管年龄相差很大 尽管如此 他饰演的顾胜男还是受到了观众的好评 那么 孙头头这个角色和顾胜男有什么区别呢 有一种熟悉感 甚至是他们对烹饪的共同热情 虽然偶像剧可能会营造出异想天开的氛围 融入各种力竞和效果 但这样的元素并不适合后浪 该系列旨在传达一个深刻的叙事 需要孙头头进行身体改造 他的目标是将一个粗野的女孩形象 转变为中医的正传人 这个故事的情节跨越了相当长的时间 涵盖了范围广泛的世界 演员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 他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找到适合自己才华的角色和剧本 在这方面 赵露丝扮演的角色意义重大 虽然孙头头的一些动作看起来很无趣 但我不认为赵露丝的演技有问题 清明祭祀时 一名妇女蹲着说些没教养和不负责任的言论 极大的激怒了观众 但也很有趣 演员在观众难以沉浸和接受的故事中的表演也会受到影响 如果他们的写照不可见 则很难了解角色 此时尝试观看剪辑会导致混乱和迷失方向 因为不清楚故事试图传达什么 男导演心正的角色设计是另一个讨论点 在我看来 他似乎过于理想化了 他的性格似乎太完美了 让人很难相信他会是对人类的真实写照 他怎么能保持这种无私的态度呢 他怎么能表现出如此巨大的耐心呢 为了实现他的愿望 他愿意走多远 他亲自资助学校 拒绝了50万元的赞助 他甚至称一个年轻女孩为他的诗侄女 仅仅因为他是真酒师的后代 尽管他以前并没有中医知识 他甚至辞去大学校长一职 专心办学 对我来说 有如此强烈责任感的人 实属难得 真正属于天道 荣耀酒师系列在全球范围内的代言人 着实让人印象深刻 杨阳与星钻银搭档上演了 堪称荣耀四重奏的精彩表演 今日 荣耀四重奏之谜揭晓 5月18日 荣耀手机官宣 知名青年演员杨阳被任命为 荣耀90系列全球形象大使 此外 杨阳还晒出一张 使用荣耀90心机的照片 鉴于人像人像的水印 荣耀90系列 很可能会推出新的人像功能 荣耀90系列 携手新形象代言人杨阳 以全新配色星钻银首发 掀起时尚界热议话题 5月17日 荣耀自爆 拟聘新代言人后 不少网友纷纷猜测 出演荣耀三部曲的杨阳 将成为其代言人 今天的官宣证实了这些猜测 让杨阳的支持者兴奋不已 甚至将这家科技公司与杨阳的合作 称为荣耀四重奏 杨阳 当红的当下小生演员 凭借潮流的造型和高颜值 受到了青春电影爱好者的追捧 包括新代言人和现代设计在内的荣耀90系列 无疑激起了年轻一代的兴趣 历代荣耀数字系列 一直引领着手机审美潮流 将经典与现代风格相结合 打造出人气机型 它们的外观设计屡屡树立行业新标杆 比如去年随荣耀70 80系列推出的流光水晶 飘渺金沙 碧波微蓝等设计 这些设计得到了用户和行业的高度赞赏 将美人天花板推向了新的高度 随着荣耀90系列的最新发布 手机行业的审美标准 有望迎来新的革命 荣耀90系列推出全新配色新钻银 这种颜色从富人华丽的珠宝皇冠中汲取灵感 利用清晰柔韧的银河新颖的菱形图案 营造出让人联想到钻石的光影效果 结果是一种精致和富裕的感觉 此外 镜头模组采用了全新的静狼设计 类似于桥底的拱门或水面的倒影 这些设计元素汇聚成一个闪闪发光的拱狼 展示了荣耀数字系列无可挑剔的美学设计 全新时尚设计与代言人的精彩结合 让消费者对即将发布的荣耀90系列充满期待 作为将于2023年推出的荣耀数字系列的新成员 荣耀90系列有望拥有许多卓越的功能 目前荣耀90系列最值得期待的性能升级 莫过于图像处理能力的创新 这种能力的一个典型例子 可以在洋洋的肖像中看到 它带有真实肖像水印 洋洋深厚的背景经过巧妙的多层次虚化处理 妆容自然逼真 五官醒目 微光下连一缕头发都清晰可见 生成的图像展示了拍摄对象的自然美和质感 突出了新设备卓越的人像功能 有人可能会争辩说 最新的Honor数字系列自首次发布以来 就激起了许多人的兴趣 可以肯定的是 凭借荣耀的良好记录 发烧友可以期待未来更激动人心的发展 新品发布会定当5月29日 粉丝们满怀期待地等待万众瞩目的 荣耀90系列的亮相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